- 大家早安 - 大家早安 - 現在時間是六點半 - 小朋友已經起床了 - 剛剛吃完奶 - 哎喲好可愛喔 - 可愛的一檔 - 既然小孩已經處理完畢 - 現在就要處理自己啦 - 身為大人 - 早上的第一步應該是什麼呢 - 從小我看德克斯的實驗室 - 他的爸媽就告訴我 - 第一件事情 - 她的爸媽就告訴我第一件事情 - 要做的就是喝咖啡 - 我上一次在義大利人怎麼喝咖啡 - 這支影片裡也有提到摩卡糊這個東西 - 所以一個衝動 - 就去買了一個 - 我這邊有兩種不同種類的豆子 - 當然咖啡豆的選擇就是依照個人的喜好啦 - 據我看到的資料他們就講說 - 義大利人他們最喜歡就是用深焙的阿拉比卡咖啡豆來泡咖啡 - 沒有什麼比新鮮的咖啡豆磨起來滋味更棒的 - 這個摩卡糊是由三個部位組成的 - 加水的過程你不能夠超過這個排氣孔 - 不然就會有危險 - 在使用摩卡糊的時候你可以從溫水開始煮咖啡 - 可以避免你的咖啡粉它過度的烹煮 - 我自己其實有試過溫水的效果的確不錯 - 我覺得從冷水開始慢慢往上煮 - 效果也還OK - 不是說最完美 - 但是它是最方便而且CP值最高的做法 - 我自己喜歡裝大約七八分滿 - 摩卡糊跟一般的義式咖啡機 - 它需要的顆粒粗細程度是不同的 - 摩卡糊它是要介在粗跟極細之間 - 帶有一點點的顆粒感 - 可是又不能夠太粗 - 所以這個咖啡粉大概就是介在一個中間值 - 然後偏細的一個位置 - 那再加完咖啡粉之後呢 - 稍微的把它鋪平整這樣就可以了 - 接著把它拴緊 - 你的火千萬不能夠大於這個鐵環的邊緣 - 不然它這個整個鍋子就會被你燒壞 - 這個蓋子可蓋可不蓋 - 所以我自己是喜歡 - 就直接把它打開來 - 從冷水開始往上煮的話 - 時間大約是五到七分鐘的時間 - 流出來了流出來了 - 底部還會有一些咖啡殘留 - 那這些你就不要了 - 就可以直接倒掉 - 當它的咖啡開始從底部冒出來的時候 - 你可以分辨的出來 - 它在加到大約六七分滿的時候 - 咖啡會忽然加速 - 啪啦啪啦啪啦開始掉流出來 - 那個時候就是把火關掉 - 移開火源的時刻 - 要不然它就會因為流逝太猛烈 - 然後噴出來 - 然後這個也會影響到咖啡的味道 - 然後你可能會不小心燙到什麼的就很危險 - 記得馬上用清水把你的摩卡壺清洗乾淨 - 然後擦乾避免水垢的殘留或者堆積 - 如果堆積了就會影響未來泡出來咖啡的風味 - 好啦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- 喝完就覺得早上可以有力氣認真工作了 -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要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- 我是柯里斯汀 -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- 拜拜